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风玩 今天是12月3号 现在外面零下16度 我出来是想找一下雪猫 这是郊外乡村公路上面 这些都是卖田 所以说田鼠会比较多 雪猫也喜欢在这个地方密室 前面电线杆上面有一只雪猫 大家看见没有 这是我今年冬天第一次看到雪猫 这只雪猫应该来的比较早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区域还没有人报告有雪猫 我们看一下视频 从毛色和体态来看 这应该是一只成年雌性雪猫 如果是雄性的话 成年的雪猫几乎都是白色的 和很多其他种类的猫头鹰不同 雪猫喜欢在白天活动 它们的听觉非常的灵敏 即使在公路边 也能够听见田鼠在雪下面通道里面跑动的声音 大部分时间它们站在高处东张西望 那是它们在狩猎 不过现在马 我陪它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这时候远处来了一辆大车 可以看得出来它准备离开了 不一会儿我又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只雪猫 这里应该是它的老根据地了 电线杆上面有很多它留下的白色痕迹 应该是发现了猎物 它突然俯冲了下去 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3月 是我们拍摄雪猫的最佳季节 大量的雪猫聚集在卡城附近的特定区域过冬 这些年我每年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拍摄雪猫 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相关资讯和拍摄经验 如果您对拍摄雪猫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 我会带领大家去现场拍摄 并提供前期和后期指导 费用并不多 但收获一定很大 欢迎加微信和我联系 联系方法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 为了确保成型 请提前预约 那边的花太阳要下山了 夕阳下的雪猫是不是也很美呢 我也该收工回家了 对抢的人 不过来 你不过来 不过来 ных grid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你 Tiffany